苹果遭专利控股公司Pars起诉 思维语音助手涉嫌侵权 专利控股公司Pars Holdings 上周向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区地方法院 提起一项诉讼 指控苹果的思维语音助手 侵犯了其拥有的与语义设备 搜索互联网方法相关的专利 据Ilan Said报道 Pars主张苹果侵犯了美国专利672.1705 好和818.5402 好 这两项专利的名称均为强大的语音浏览器系统 和语音激活设备控制器 用于使用支持语音的设备搜索网络 据悉 上述两项专利详细说明了 通过维护的数据库访问网页和在线信息的方法 然后对所述数据进行排序 以便在有线或无线移动设备上呈现给用户 Pars称苹果的思维语音助手的运作方式于 672.1705 好和818.5402 好专利所述的方法类似 思维允许用户通过语音命令进行交互 从而查询网站数据库 然后将排名最高的结果转换为用户的音频消息